第三千一百二十七集 叶小木还想打听更多 苏妍换了个话题说 不过你还真不错 第一次灵魂出遥 只能维持这么久 你好好修炼吧 将来说不定能成为宗师呢 这个时候 他跟鸡仔都吃完了叶小木煮的泡面 打了个哈欠 进屋继续睡觉去了 鸡仔 你给我看好他呀 再给他偷窥我 你就吃了他 鸡仔跳到叶小木的肩膀上 低声道 你如果真想看他 那就再给我煮一碗面 我让你进去看十分钟 我靠 真的把自己当成偷窥王了 而且你这个黑炭头 就为了一碗泡面 就把你主人出卖了 这样真的好吗 叶小木把鸡仔关到了门外 在床上躺了下去之后 心情还是十分复杂 躺了一个小时也没睡着 最后只好靠静心咒来入睡 静心咒算是道门最简单的咒语 他几天前刚刚学会的 不曾想睡着之后 他神魂仿佛又离开了身体 穿过了一道黑幕 来到了一处村庄的上空 飞到一处宅院里 看到一个小姑娘 正在被一个壮汉子 按在地上毒打 边上还有一个六七岁的少年 在拍手笑着 那个汉子不就是之前看到的夏兰的父亲吗 小姑娘抬着头起来 叶小木看到他的脸 正是夏兰 他来不及思考 为什么会看到这一幕 画面已经换了 是夏兰一个人回到家里 翻找着窗铺 找他藏在书里的钱 这一刻 叶小木似乎变成了他 能够感受到他的想法 那是他每天上街卖菜 偷偷攒下的钱 用了几个月的时间 攒够了两百块 全部夹在了自己小学课本里 藏在了床板下 今天父亲和弟弟造亲戚去了 他不用做饭 打算拿这笔钱 去镇上书店 买几本中学的教科书 在家里学习 结果一打开旧课本的一瞬间 他傻掉了 钱不见了 夹着钱的那一叶 被吐了一口浓潭 他一瞬间就明白了 怪不得弟弟这几天 每天回来都有零食吃 原来是偷了自己的钱了 他不光偷的是钱 而且还毁掉了自己的理想 夏兰爬在床上 撕心裂肺地哭 画面再度转了几次 有夏兰在打工的时候 被人欺负的 三个染着头发的 看上去像是初中生的姑娘 撕扯着她的头发 往墙上撞 有他在捡费品的时候 被同样一个收费品的老头跟踪 强行把他拉到枪架去 手往他衣服里面伸 还有一些苦难 简直没办法形容 愤怒到了极点 叶小木突然醒了过来 他狂喘了好一阵 才稍微平静下来 回到梦中的情景 不禁就疑惑起来 那梦中所看到的那些 之前夏兰并没有对自己讲过 难道是自己根据他的遭遇 所自行脑补出来的吗 可是为什么场景人物 都如此的真实呢 陡然一惊 叶小木想到了 之前遇到的那个女鬼 白衣染的妹妹 自己似乎也梦到过她的过往 而且后来埋尸的位置 也的确如梦中所见 难道自己能为不先知 或者说能看到别人的过去吗 可为什么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事呢 叶小木认真思量起了这个问题 总结出了两个共同点 第一 不管是那个小女孩 还是夏兰 她们都是鬼 第二 自己跟她们有过身体接触 会不会是因为接触过她们的魂体 所以提取到了她们的记忆 接着在梦中呈现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就算是自己的特异功能吗 还是每个法师都会这样的技能 叶小木很想去找苏颜问问 刚一出门 记忆在站在了冰箱上睁开了眼睛说 你要去偷窥了吗 记得先煮面呢 去你的 叶小木只好要回到房间 她不想再次为当成偷窥狂 她睡不着了 来到阳台上 望着夜空发呆 之前的梦见不断地在眼前出现 叶小木捏进了拳头 夏兰做错了什么呢 她这么善良 就因为她长得丑就应该被人欺负吗 就是因为她是女孩 就要被父亲和弟弟凌辱 这个世界真的充满了恶意 那些欺负过她的人 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有报应 但现在他们还都是好端端的 夏兰却死了 就算那对父子受到了惩罚 可夏兰也魂飞魄散 回不来了 叶小木突然有一种强烈的冲动 她想找阴间管这个的判官 阳洛王或者是谁 来问问 这样公平吗 如果天道就是这样不公平 那么所谓的天道 为什么要遵从它呢 她想起了道德经上的那句话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出狗 也许天地之间从来就没有什么大道 这是人们以为的大道 如果天道没有善恶 那总需要有人来宽服 这个念头让她自己感到离阵的恐惧 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想到这上面去 但是冷静下来的叶小木 对道的理解却更加的简单了 那就是将自己将来无论做什么 都要对得起自己 必要的时候可以预约所谓的规则 她以为自己是想通了一件事 却不知道在无形之中 她的道心又经受了一次犀利 对道的理解 已经远远超过了一般的新人法师 修行的上限也无形中提升了许多 大道三千 她隐约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道 只是从这条路一开始 就偏离了普世之道 月底的时候 高中考试成绩出来了 如叶小木之前估算的成绩差不多 考上了春城理工大学 叶小木跟谢雨晴通了电话 告诉了细讯 谢雨晴也很高兴 让她回家去 晚上她争取回家 一起吃饭庆祝一下 然后没等她先打电话 周静如就打电话来了 对她各种的夸奖安慰 感激激动的都要哭了 我家宝宝好辛苦 宝宝以后想要什么 只管跟干妈说 电话里说了很多类似这样的话 似乎叶小木还是个孩子 叶小木虽然有点小尴尬 但是内心还是受用的 类似这样的话 谢雨晴永远都不会对她说的 有时候她想 如果两个妈妈的性格 结合在一起就要多好 回家之前 她先去了一趟留老头的坟前 买了一些东西 去祭拜她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